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师父 舅舅我家儿子 他是八八年属龙的 我的妈呀 精神疯戀症已经七八年了 看就知道 属什么呢 属龙的 八八年的 好了 上辈子 他 开车也不知道 开什么船也不知道 开什么车 就是把人家弄死了 就压死人了 所以他经常嘴巴里会讲 哎呀 我欠谁了 我好害怕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一直有人来找他 是的 他经常说他杀了 十一个 十三个人 台长厉害不厉害啊 你们信不信台长啊 信 现在知道了吗 杀了十三个人 是车祸也不知道 他把人家压死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现在人家都到时间来 问他要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说怎么办吗 要多少小房子 师父 这还比较有智慧 以后直接上来 就问要多少张小房子 们就好了 两千八百张 好的 感恩 我现在已经念了 一千七百张了 啊 再念一千多张 会好起来 尤其今天来了之后 台长刚刚给他看的时候 都有加持的 好的 所以他会很快的好起来的 谢谢师父 谢谢 感恩 好了 好了 还有放声多少 师父 放声两万条 还有声纹 声纹成功了没有 好了 声纹没用的 灵性不走 你就是名字叫他 不管叫他谁 叫他拿破仑 都没有用的 明白明白 师父